谢谢啊,讲一下这几天的感想,对象呢?来我们看看 这个东西它就更应该存在,我们追求的就是不加班 你的观点是什么呢?我们现阶段是不可能达到不加班的 或者说没有一个好的办法让大家都不加班,要有很高的收入 你们双方其实都是让各自的观点去进行 我的观点是呢,我对你们其中的那句话其实是让我很感觉有问题的 就是说劳动法,但是员工是可以拒绝超过36小时的价格 可以拒绝其实它已经不是非常正义的一个说法 为什么呢?我们看国外的案子就知道,国外的法律其实规定的是公司不允许超过这个时间的加班 你如果超过这个时间的加班,你就是出门法律接受处罚的 两个问题啊,第一,你说的国外是哪个国外,不可能有一个国家就国外吧 你自己说的哪一个国外,哪一个国家? 据我了解,首先是德国,中国是绝对不允许开店的 如果德国不允许开店?开店它是一个个人经营行为啊 德国是绝对不允许有任何店铺激进经验的 那允不允许医院开工作呢?允不允许警察工作呢? 德国中国大街上是不是没警察?德国中国是不是医院不接受任何病人? 别沉默啊,哥,你不是对外国法律比较了解吗? 我不了解,但是我只是说其中一个点啊 这个就是你常用的一个手法嘛 就是说我说了一个领域,你常用这个东西的事实,但是你应该把它引向一个其他的领域上去 我没有引到其他领域,哥,这边你说的,我这边就是问你东西啊,你跟我讲了,那我向你进行请教 我跟你讲,现在就出现那么一帮人呢,我昨天其实在直播间里面就已经讲过了 就是现在有一帮评论区的人啊,他们认为我跟别人兑现的时候用的这个套路啊,来来回回就那么几个套路啊 说不管人家提成啊,胡律师都避而不答啊,那边就反过来问人家问题,通过这种方式扰乱人家的思绪,这就是充满了诡辩的这么一个思维啊,就是很多人对我的这样一个评价啊 但是你们来评评理,他这边跟我讲的是,他先通过论证嘛,就我们国家这边劳动法规定超过36个小时的加班,员工可以拒绝,对吧 但这个是不正义,如果仅仅只是员工拒绝,是不正义的,你必须要法律对他进行处罚,才叫正义 为什么呢,他用国外的法律,国外是这个样子的,那既然他说国外是这个样子的,我肯定要了解一下,哪个国外呢 他说德国,那既然你说德国是这个样子,那你肯定至少你了解德国在这个方面的法律吧 那我就问一下,你对德国这个方面法律了解,那你又不知道,那你又不了解 你自己说的这样一个,你又不了解 我说的是,德国周日绝对是不允许营业的 那这个人难道不是在工作吗 那你的意思就是说,他比如说德国有劳动法,我不了解德国的法律啊 我这边先说一下,我不了解德国的法律,所以我才向你请教啊 我这边是请教,我再说一遍,我是请教,不是那个质疑 那我想请问一下,对,那我就请教一下,德国的劳动法是不是会规定 都说那么多岗位呢,保安,酒店,酒店服务员,餐厅服务员 超市服务员,那个包括什么程序员等等等等 当然也包括医生,警察,公务员等等等等,就这些啊,包括银行等等 德国是不是每个岗位去进行这样一个区分 比如说实际上的岗位,周日,绝对不可以上班,上班就要挨罚 什么岗位是一定周末要上班的呢 是不是有着,德国是不是有这样的规定啊 对我了解是有的啊,那些如果,如果这岗位它能不存在 比如说医生,警察这种不在,会造成很严重的社会后果 那这个东西肯定是周末它也要在的 但是,它具体能不能加班,这个我没具体了解过 但是,这个经营类的,纯经营类的场所 一定是周末一刀切的,你不许去营业 但是,大哥,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刚刚似乎你当我问你,德国周末有没有警察 医院开不开门的时候,你刚刚回答的还是不知道 现在怎么突然又立马又知道了 啊,这边只是经营性的场所是一刀切的 其他的这些岗位该有的还是 你又在错误我的发言,我不是立马就知道了 啊,我是说这个东西,就以我的逻辑推断来看,它是会有的 啊,这是以你的逻辑来推断的,不是说你真的知道的 对啊,但是我知道的,我知道的一点就是那些经营类的场所 是绝对不允许经营的啊 德国周末所有经营类的场所是绝对不允许经营的 对啊,什么饭店,酒吧啊,商场等等的 全部都不允许经营,德国周末 是,对,这可能不是是的,谁应允许规划 好的,没问题,我们大家姑且相信的 我,就大家相信,愿意相信的,好,请问一下 就算德国这是第一个问题啊,刚才我说要问你两个问题 怎么没了,是他跑了吗,我没挂他呀 他跑了吗,我第一个问题刚问完,我还准备问第二个问题呢 就跑了,按错了,他又申请了,大家看看是按错了 喂,你好 好,第一个问题刚才我问你啊,至于信不信的 那这玩意儿,我们大家自己就根据逻辑来吧 我只能这么讲了啊 第一个问题是,你觉得啊,德国周末所有的经营的场所都是不允许开门的 只要开门,就立马要被罚款啊 是严格的一刀切式的这样一个罚款 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问题 确实,我就当按照你的逻辑啊 我相信你对德国的法律非常了解 我就相信那个东西是真的 我说你对德国这个方面的法律非常了解 这个有问题吗 因为你刚刚就说了呀,德国是这样规定的呀 所以我说你对德国这个方面的法律了解 这个有什么问题吗 你没有加上这个,叫这个方面 其次,我也不是说 我一直就是说,我是了解到这一点 懂吗,我只是了解到这一点 啊,好的,好,你就了解到这一点 好,行,我的郭啊,我这边篡改你的这样一个发言了 你就只是了解德国是这个样子的 虽然我也不知道你是在哪边了解的 行,我就当你了解这个信息是完全真实的 德国就是这个样子的 周末所有的经营的场所,无论什么都不允许开门 这样没看过你发言吗 好,这一点确实跟我们国家不一样啊 这个我是承认的 但是你刚才第二个问题就是你讨论了一个正义性的问题 如果德国真的是那个样子的 这个样子确实也是跟我们国家是不一样的 那为什么他的这个样子就是正义的 我们这边就是不正义的 他保证了绝对不会有人强迫你在周末去加班 而不是说你可以在周末加班 首先呢,我也得跟你去抢一个事啊 不是所有的在周末上班的 他都称之为加班 有没有一种可能 比如说有两种工作制度 有没有一种可能 还有个叫轮班制 我只保证你一周里要上几天班 至于你到底是周末上的还是期的 是周一周二周三周四上的 这个东西的话是有轮班或者说导班 这个东西随便啊 有没有一种可能 并不是说只要在周末上班 他就一定算是加班 这是第一 第二,有没有一些 比如说相对比较特殊的工作 甚至是他只在周末上班 他周一到周五反而不上不上班 有没有这种可能 有没有这样的店 有没有这样的行业 如果仔细想想看的话 也许应该是有的 那请问为什么一定在周末上的班 他就叫加班 那如果有一个公众啊 有一个特殊的这么一个情况 他只在周末一夜 周一到周五都不上班 那请问他周末上班的这两天 叫不叫加班 你这又是在偷懇概念啊 怎么在偷懇概念呢 那请问有没有这样一种情况 我一个人从周一到周日都上班 我给了他足够的利益 也就是说他不拒绝在周末上班 我是不是就可以让他全天24小时无休的去上班了 我们在讨论的是一个问题吗 你刚好不是说德国周末 我们不是在讨论的是德国周末 所有的店都不允许开门 周末上班算不算加班的这个问题 我们不是在讨论这个问题吗 我说的是周末上班 是你把话题也到这的 我要表达从来不是这个意思 所以我说的 你认为只要是周末上班 那就一定是加班 但是我说了呀 有的时候周末也上班 不代表周末上的这个班就叫加班 我回答的就是这个问题 你就是要取决我的意思 我要表达的意思是德国这么做 起码保证的 哪怕你当时的同意 他一周一定会吸收正义 这个就叫做正义的 不是说这个就叫正义 就是说他 这不是你说的 德国这个样子是正义的 你由现在右边来说 这个不叫正义 那到底这个是不是正义的 不是 你说的是 我的天 你为什么一定要断章取义呢 我又断章取义的呢 那你说一下又怎么断章取义的呢 我说的是这种思想是正义的 他保证了一个人 哪怕你再让他一周 一周也会休一点 而不是说这只叫正义 我不让家管子就正义了 你刚才 对啊 你又说是正义的 然后又说这不叫正义 好 那我问你 假如我胡律师去德国开一个店 我这个店经营比较特殊 因为正好我发现了 德国市场的一片蓝海 对不对 因为我看到全德国 所有的周末 所有的经营场所 比如说饭店 或者酒吧 就是酒吧 我看到德国市场上面 有一片蓝海 因为所有的酒吧 周末他都是不开门的 我胡律师觉得 这就不是有一个生意上面的 这么一个空子吗 一片蓝海 我就去德国投资建一个酒吧 我招一批酒吧的服务员 我跟他们讲 你周一到周五都不用来上班 就周末来上班两天 请问算不算加班 他不算加班 但是你绝对违法 这样不算 这样周末上班 不算加班 但是也绝对违法 对啊 因为 为什么呢 因为你这样 为什么呢 因为周末就有营业 也就是说德国人就是跟站 所以说我 即便我这个样子 我去德国开一个酒吧 周一到周五都不让服工作人员上班 就周末工作两天 但是我给他足月的钱 哪怕这个样子 比如说德国一个酒吧服务员 一个月正常能拿五千块钱 这个欧元吧 我不管多少 随便说一个 德国一个酒吧服务员 一个月能拿五千欧元 他的上班模式是 周一到周五上五天 然后周末两天休息 这是一个德国正常酒吧的服务员 胡律师突然发现 德国一个市场上面 这个市场上面 周末 因为周末只是不上班 酒吧只是不开门 但是人想喝酒 想去酒吧的这么一个想法 是不可能 因为我周一到周五就想去酒吧 我周末我就不想去酒吧 不可能对不对 说不定恰恰反过来 我就是周末我才想去酒吧的 有这种可能吗 这个时候我发现 德国这边做生意有一片蓝海 我想去德国开一个酒吧 我就在周末开 因为周末其他所有酒吧都不开门 就我开 那我肯定所有钱都是我来赚 那我觉得这样生意肯定特别好 那我就去酒吧 德国开这种周末酒吧 周一到周五服务员都不用来上班 但是我一个月 他就他一星期就上两天班 但是我也给他五千块钱 跟其他的所有的服务员都是一样的 是不是这个样子 德国也会认为我违法 是的 因为你看了一个非常坏的头 你让有人在周末不过了 就是 你谁能保证 你不让他们周一周五也工作呢 法律来保证呀 我周一到周五工作 他们今天就算我加班就行了吗 而且我可以跟人家合同约定 合同都是可以自由约定 我要违约了他们去告我呀 德国难道没有明示法律吗 德国法律不算是 这不是回到最初的问题了吗 我可以让一个人 从周一到周末全都上班 他只是可以拒绝 对呀 而不是说我就保证一个人 一周七八有一天是绝对会兴起的 所以说按照你的这样一个逻辑来说的话 德国其实不是防止人加班 或者说典格保护劳动 德国政府是纯纯他妈的跟周末有仇 我只能这么理解了 德国德国的法律是这样 他就不认识 我说的不够清晰吗 我说的是 你如果只是给人一个拒绝的权利 那我绝对会给你一个无法拒绝的价码 我想让一个人周末至少休一天 我就一定要回听周末 这一天一定不可以上班 这是可以绝对做到的 我只能说你开心就好 你开心就好 那你还有其他要跟我交流的吗 什么叫我开心就好啊 你告诉我 这有什么逻辑道路 你不是讲逻辑吗 你非要 你要上头了这边 那就来跟我告白 我这边现场有百度 你跟我讲 既然你对德国有这个法律 我这边就这样拿着给你玩玩 你还跟我上头的 来跟我说说看 既然你就了解这个法律 你是听到这个法律的 那你跟我说一下 德国是哪一部法律 是德国的法典 还是德国的劳动法 还是呢 里面哪一条是规定的 所有经营场所 周末一律不许上班 上班就要进行处罚 哪一条 我这边直接现场搜 那我百度已经打开了 你说哪一条 你就百度搜 德国周日不允许营业 我在让你说法律规定 你在逗我吗 我是只是了解这个情况 我说的是 它是 我还要了解它是哪一条法律 哪部法典 什么时候颁布的吗 好的 那你能告诉我 你是从哪边了解到的这个情况吗 你是从哪边了解到的这个情况吗 我是从一个常年在德国生活的大V身上了解的 这个大V叫什么名字 我来搜一下 什么杨哥在德国吧 杨哥在德国 回音吗 大VB站 来我这边现场搜一件 杨哥在德国是吧 好像是 别好像是 我这边要搜 我们现场来进行验证 杨是什么杨啊 木子旁的那个杨 还是三点水的杨啊 三点水的杨 三点水 杨哥在德国 对有这个账号 41万粉丝 他的视频 那这边呢 我这边直接搜周末 搜关键词 搜周末应该能出现 搜周末没有 你应该记不得是哪一期视频了是吧 这太多了 我甚至还记得去 但是肯定有这个东西 有人说了 叫商店关门法 商店关门法 我这边搜商店关键词 也没有收到呀 你百度吗 你不是百度吗 德国商店关门法 德国商店关门法 这边我搜到了一个 兜办里边的这么一个说法啊 怎么没看到 怎么都是人发 一交号没有看到法律规定呢 一交号里面都在说 但到底是哪一部法律规定 里面的哪一条规定 这边到底是那个 如果是开门了 是什么样的处罚 这边现在也没有看到 一条法律规定啊 第几条里面的这样一个规定啊 那咱们退步讲 就是说假设他是真的 他是不是比我们 现在的这个说法更正义 你承不承认这个 我当然不承认了呀 真的凭什么就 假设他是真的 我刚才问的第二个 你说凭什么这个更正义 以及正义 你到底在一个 什么样的角度上 没来说 来说属于这样一个正义 就里边的逻辑是 如果他是真的 我要一刀千周日 不允许营业 不管你怎么强化这个人 你看周日 一定是不会去工作的 所以说只要中午不工作 就绝对不算加班 哪怕是周一到周五 都可以不工作 只在周末两天工作 这个都算人加班 都算人违法 我来看一下谁说的 潘大将 不是啊 这个英文什么意思 大哥你打的这个是 你说 不是说周末 只在周末工作就叫加班 而是你周末不能工作 就保证了 起码你一周最多 只能工作六天 那如果更进一步 我规定这个公司 超过了四十个小时 就不行 是不是就保证了 一定陪人加班 你大概是压根永远不理解 我的这样一个逻辑了 我理解逻辑 你外公是在说 这个工作正当性 我就跟你谈正义性的问题 首先正义性有两个问题 我这最后在跟你这个问题 牵扯的时间已经太长了 这边两个点 就是第一 正义到底是站在一个 什么样的角度上面 去说正义的 如果说正义 是不是应该是站在一个 全社会的这边的角度上面 去讨论什么是正义 就好像 比如说 为什么 那如果你一定要这样说的话 那我可以给你 那为什么只是商店不允许经营 商店是不是劳动者 商店是劳动者 那除了商店以外 其他呢 比如说小区保安 小区保安是不是劳动者 小区保安 为什么周末没有 因为就算你说的是商店经营法 我就不管 你说的是经营性场所 经营性场所 对不对 那经营性场所里边是劳动者 那我问你 小区保安是不是劳动者 保镖是不是劳动者 警察是不是劳动者 医生是不是劳动者 旅游景区里边的工作人员 是不是劳动者 这些都是劳动者 那为什么都是劳动者的情况之下 只有什么 我就当年 推办我说的是真的 为什么只有商店里边 或者说经营日常车的劳动者 才是劳动者 才能享受到这个周末 不能上班 其他的劳动者就不算 这个在劳动者里边也分阶级 这是第一个问题 这凭什么是正义 第二 就是任何一个正义 它是不仅仅局限于 只是某一个地方的 它要看全社会 那如果说我现在周末 我作为消费者 我这边应不应该享受到 我周末享受这样一个权利 那如果我这边告诉你 周末的目的是为了什么 是为了休息 是为了养精神 但是如果说周末 我这边作为一个劳动者 我周一到周五工作五天了 我这边终于等到一个周末了 我这个周末出去 我什么都玩不到 我这边什么都买不了 我这边想干什么都干什么 我只能在家里边躺着 那我请问 广义上面的绝对的受众来说 这真的是一种正义吗 那这个周末到底是要来干嘛的呢 这是第二个 然后以及第三个 这也是最重要的这么一个问题 就说我现在你说的 凭什么它这个是正义 那如果按照你说的这个东西来说的话 即便是我开一个店 周一到周五 周一你不来上班 都是休息 只有周末两天你来上班都行 这样都算是加班 这样都算是欺压劳动者 然后我跟你签合同都不行 都算是对谣录者的这样一个压制 那到底德国甚加班啊 是比较严格的这样一个管理 他到底是跟加班有仇 还是他妈的跟周末有仇 你你你已经几度 创业我的发言 首先 我又创业你的发言 首先我说的是 周末归于营业 他保证了 一定不会有人让你从周一干到周末 就是说保证了 起码不会有人延止而讲 而不是说只要周末上班就叫下班 你懂这个逻辑吗 即便我跟一个劳动者签了合同 因为合同只要不超过法律规定 法律是真的可能 即便我跟劳动者签了一个明确的合同了 合同也是受德国的 可能德国肯定有合同法吧 即便这个合同也受合同法保护 也受劳动法的这样一个保护都不行 我也觉得差不多能挂了 真的是质疑吗 多多少少有点问题 就算了我确实没聚过德国 什么人会相信 德国周末啊 周末出门大街上 什么都买不了啊 商场超市菜场饭店酒吧 景区包括景区啊 我不知道景区算不上经营 就是旅游景区嘛 等等等等 全部都被预计上班 那如果这个样子吧 假如真说他说的是这个样子 就符合佛生活主题 那我问你 如果你们自己想想看啊 假如一到周末 商场关门 电影院关门 网吧关门 酒吧关门 旅游景区关门 所有东西都关门 我问你这个周末 你们要来干嘛 如果就算这是真的 我就当这个是真的 那这个周末要来是干嘛的 发生了吗 对啊 好啊 好啊